來 現在可以看到講義氣收藝 我會很快的 再幫你把皮包的一些性質 以及會用到的公式跟結果 很快的在旁邊幫你呼吸電 來 快點已經錄影了 不要再手來吃了 來 最近 皮包 還記得吧 皮包這樣一丟 有沒有 掉下來 好 假的就是我的地面 可以嗎 來 我們有幾個氣池要知道 來 什麼氣池拿過去 我不知道它在主力方向在做什麼地方 我隨方在做等B 牽持方向呢 3-4 可以嗎 同學 並且呢 我們在這裡討論的東西 是不是要完全把它拆解成 X方向就是水平方向 還有Y方向就是牽持方向 分開來討論 就放在這邊分別形象 如果是水平方向的位移的話 它會等於什麼呢 就要看看你一開始的出速度是多少 就要看看你一開始的出速度是多少 就用什麼 水平的速度呢 乘以你所飛行的時間 也就是T代1 就是你一秒鐘 所走的水平距離 T代2 就是你兩秒鐘之後呢 你可以走的水平距離 這樣了解嗎 那如果是Y方向的位移呢 你就要用自由度體的什麼 Y等於什麼 2分之1GT平方 可是我們有時候呢 會設向下是負的 就變成負的 2分之1GT平方 可以嗎 但是如果是速度呢 我發現 我水平做整速度運動 所以你不管怎麼看 我水平方向的速度 都會是一個什麼 定時都是B 了解嗎 可是如果是Y方向呢 同學 Y方向的速度 好 我們知道 如果是速度的話 Y方向的速度其實是多少 0喔 可是呢 再通過B等於B0加AT 它是有一個加速度G向下的 可以嗎 我的加速度G呢 是向下的 所以呢 我Y方向的速度呢 就可以表示成什麼呢 所謂的負的GT 但是如果你一直看量值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符號拿掉 是無所謂 可以嗎 還有什麼要注意呢 我們會說 我落地 我落地 最後落地之後呢 跟原出發的水平坐標 之間的距離 叫做水平射程 水平射程 水平射程 速度 來乘雲呢 你整體的 飛行時間 就行 那問題是 飛行時間 是多少呢 同學 我們知道飛行時間 會跟一個東西有關 跟什麼東西有關呢 跟我 一開始的 高度 有關 自由问题告诉我们 只要知道高度就可以决定飞行的时间 飞行的时间就会等于什么 根号的2H除以G 了解不了解 并且呢 我们还知道一个什么样的讯息跟结果 同学我们知道呢 我们在每一个时间点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速度 这个速度呢 会是沿着一个切线方向的结果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切线速度呢 我可以把它拆解成水平方向跟切纸方向 对不对 这是我的水平方向 这个是我的切纸方向 可以吗 有时候提供会问我们说 我的速度 我的最后的速度 该点的切线速度跟水平方向的夹角 是不是这个角 tangent theta会等于什么 好不好 我说请你把它围成什么 一个三角形 所以如果你可以围绕出这样一个三角形 就会很明显发现什么事情 tangent theta 就会等于什么 BY除以BX OK 它用什么呢 同学 如果我说 我想要知道呢 好 我某一段时间的位移的话 我就要怎样 从起点指向终点章 钱太多是吧 没事 把它收好就好 干嘛 哈尔 哈尔 贵 搞什么东西 乱丢 我就是公平啊 怎么样 哈尔 平常都乖 平常都坏 你还想要平等吗 对啊 搞什么东西 对啊 关系 对啊 对啊 乱 快点 做一个了 橘色这一段呢 是我的位移 我的位移呢 它也会为什么呢 问我们跟水平方向的这个夹角色 这个夹角色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你一样要去找一个三角形 找哪里呢 找大大的这个三角形 好 所以你会发现呢 水平位移呢 把它同称叫X 签子位移呢 把它同称叫做Y 所以这个Bi在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得到一个Tangent Bi 就等于呢 我的Y方向的位移 除以X方向的位移 了解不了解 OK 所有的线索 所有的工具在这边 我们开始解体 翻到强力的 73页 我们来写机选翻例1 来我学习看 73页 来 今天的发现说什么呢 他说以一个V0的输出度呢 水平抛出一个目的同学 好 这样子水平抛出出去 如果定抛出的时刻呢 这里叫做T等于你好吗 则第一小题 何时其前进之水平距离 会与千石落下的距离相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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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小题什么意思啊 诶 诶 我再打一秒 同学 我再打一秒 哪一个位置 好 我把这图修一下 因为我这样画 结果不会出来 应该这样画会好 不是要贴钱 他说啊 请问你 那在什么时候 我的水平位移跟牵职位移 要下个 要做足够 第一小题问的是这个结果 扯人扯一点啊 都背对着我了 你这样子 老师会长苦啊 老师这么这么这么疼你 这样子背对着我 对吗 我真的这么喜欢你的歌声 每次我都当你的粉丝诶 还不听我哪两句 两句都不可能啊 蛤 副歌怎么唱 没有 录不上什么 还不听我副歌怎么唱 我忘了 提醒一下 怎么唱啊 这歌词 我不会啊 谁谁谁谁 那我这一声 请一放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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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干什么 好啊 非常好 唱就对了 哎哎哎哎 来啊 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合十 这是第一T秒 T秒 经过T秒我发现 我走的水平距离 跟下降的精神距离 会像的 那怎么办呢 看看 左边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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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DXD 水平速度乘以你经过的时间 会等于我Y方向下降的距离怎么表示 二分之一GD比方 不过只看量子就直接写 二分之一的G T比方 然后把谁算出来就好了 时间吗 这边一个T 结束了没有 T会等于什么 2VD 除以G 结束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小题 第二小题问什么 赶快 此时速度之方向 把方向划线 它为了点角度 这样怎么来描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 同学 你得先把它划出来 好 T然后到这边 我该点的顺时速度的方向呢 是不是加在这边做到什么线 接线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找角度的话 一定是把这个切线去跟谁找夹角 水平方向 我刚才看到水平方向 你看到速度 又问你方向 你就要想到夹角 你想到夹角 你就要想到 P 速度跟夹角 速度跟夹角 就是它的这个关系了 OK 所以你必须要把各自的什么呢 VX跟VY 把它表现出来 好 所以我知道呢 这里有一个VX 可以吗 这里有一个VX 这里有一个VY 可以吗 好 然后我会知道什么呢 我如果可以知道这个角度是多少的话 我就可以描述啦 好 我的这个局势的这个最后的切线速度呢 它的方向是跟水平夹某某角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一个方向的描述 对不对 好 那怎么办呢 我就要利用我们的 有一个TANGENT THETA的关系 来做一个整理 可以吗 TANGENT THETA会等于什么 VY除以VX 所以现在是不是要把VY跟VX给找到 那VY跟VX怎么找呢 都写给你 VX就是我一开始水平抛出的 给它的这个输出度 VY呢 就要看你呢 自由落下了几秒 用GT来呈现 可以吗 OK 我把它写进来 随便发现 你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吗 VY就写什么 GT VX呢 就是什么 V0 好 然后我们刚刚就把什么东西算出来了 T是不是算出来了 再把它带进来 好 所以我用G呢 乘以2V0 除以G 再除以一个V0 就会发现 最后得什么 2 这叫做TANGENT 问题是 杜老师 TANGENT多少会等于2 哇 我猜 外公里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这个要按计算计 因为这不是特殊教 那你们投资过翻三角栏数了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好 教你 教你 不要教 不要教 扫罗 扫罗说 我就要教 怎样 如果TANGENT SETA等于2 我想要知道这个SETA是多少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TANGENT 这边一个负一 然后把这个词写上来 这个就是这个角度的呈现 听懂意思吗 如果TANGENT SETA等于2 SETA就等于TANGENT 负一是2 这个负一我们不会念负一五吗 我们不会念Arc 这叫ArcTANGENT 2 ArcTANGENT ArcTANGENT 2 ArcTANGENT ArcTANGENT 这样可以吗 记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就会说呢 速度跟水平的夹角 夹了ArcTANGENT 2度 ArcTANGENT 2 这是第二小题 第三小题 他说啊 当水平速度跟牵直速度大小相等时 同学 来第三小题 好 VX现在是VX要整个BY 同学 然后来反问我们说 这个时候呢 水平距离跟牵直落下距离的比值会是多少 同学 太简单了 为什么 VX就是多少 同学 V0啊 VY就是什么 量子的话 GT啊 所以你得到什么 哦 原来我的时间啊 要经过V0除以G秒的时候 我发现此时呢 我水平速度的量子跟牵直速度的量子会一样 然后他又问我们 这个时候水平位移跟牵直位移会是多少 你再把水平位移跟牵直位移干嘛呢 表示出来去找比例就好了 可以吗 哦 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写 X呢 跟Y 那边把这3分之后 影片来自电视他们大线和直接什么 2分之1 3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3分之1 3分之2 好,這邊會有一個2,然後b0除以g,然後把t代替代,這邊是一個b0,用g 約約約約,又是可以多少?太少了 嗯! 2-1的意思,可以嗎? 好,這一題結束,這一題結束 好,再來再來,這裡會 2-1的意思,要好好參加喔,不要落水喔 而且像這麼一點,你只唱台語歌呢,或許可以殺出一條血路 對呀,你要唱哪一首? 我唱廣東歌咧 喔,那就可以再殺出另外一條血路,好不好 全部都你可以唱廣東歌 好不好 好,來接著,看 好啊 我們就是電熱鍋嘛,什麼語言都有 好,有沒有人會非洲話的啊 可以多講幾個可以 我會...我會認真你 是打嗎? 你怎樣一講不準 你哪來的? 來,75夜,基本發音3,這題打星號 這題很重要喔 打一幾個星號 我隨便你來,想打誰就打誰就打誰,拍去就好了 拍去就好了 要有很多個喔...那時候,很多很重要都會叫你打星號 就換第1啊,也可以打啦 剛第1也可以打,第2也可以打啦 前面的組都可以打,只要開心,就都打就好啦 都打,都打,很累 我累,打個謝忻,你都很累嗎? 來看,我先看EX3 你不要每人這麼威脆 來,這個是什麼? 樓梯啊 樓梯問題好不好 好,爬樓梯 樓梯來了 然後他說啊 我在這個樓梯啊,上面呢 有一顆石頭 用一個水平速度呢,向左 水平呢,向左 船船 問我們說 他會落在第幾階 欸 孩子,他給我們一些線索 他說啊,我們這個樓梯呢 高 是20公分 花 是30公分 然後我這樣水平拋車拋下來 我一定會落在某一階 對啊 就是說,我 他當然會彈,可是我 第一次跟樓梯接觸的那個位置點呢 一定會在某一階上面 對不對 你到底想怎樣呢 你們這些 animal 來,看看 孩子,請問你 這樣的算是 這個水平拋車 那我怎麼確定他都在哪一階 你做實驗 怎麼做實驗 你靠實驗,你一直打開手 你啊 注意了 注意了 來,小心喔 這邊有一個技巧 這邊有一個技巧 好 你會發現呢 我只能確定他落在第幾階 可是 我是落在這一階的前面 還是後面 其實呢 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好 所以呢 我必須要用一個怎麼樣呢 一個解題的一個技巧 好,我們必須用一個解題的技巧 可以嗎 OK 好,來 那這個要怎麼來寫實 知道嗎 孩子 注意了 好 我們會發現呢 如果我從這個原初發表 來做一個討論的話 你會得到一個怎樣的結果 你知道嗎 來,注意 我說啊 我會有一個牽直方向 反正 我們把它拉一條牽直線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示意方便呢 你往水平方向 來前進 OK 來,注意囉 注意囉 孩子 怎麼樣 我這樣掉出來的時候呢 我會落在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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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會說 這是我 落到樓梯上面的時候 在這段時間之內 所走的水平 位移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然後這一段會是我的牽直方向的位移 OK嗎 OK嗎 好 那我告訴你 這個解題關鍵是 你要去找它的相似關係 你要去找它的相似關係 好 來,我告訴你 我把它做連接 我把它做連接 我告訴你 這個角度 這個三角形 會跟這個三角形 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 你一畫就知道啦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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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之教 這之教 平行 有沒有 平行 平行 知道什麼 S A S 強勢 強勢 是不是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了解不了解 OK 好 所以這地方的解題關鍵是 什麼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經過T秒鐘之後呢 我的水平位移 跟我的Y方向位移的比值 會跟我們階梯的這個高度的比值呢 是一樣的 所以X對道是多少 0.3公尺 Y對道多少是0.2公尺 然後你再把S跟Y呢 呈現出來 對 同學 我們知道我的X指代是什麼 水平初速成於我經過的時間 我現在的水平初速給我的 叫做T 並且我假設我從這裡掉到這邊所經過的時間 叫做T 叫做T 可以嗎 所以我才以T呢 就是我的水平的位影的一個表示 那Y方向的位影怎麼表示呢 請看 叫做2分之1的GT平方造型 同學 然後問 我透過這個關係是 並且它題目你會跟我講G是多少 來題目有講嗎 有 講10 其實你用10代 看到G其實你用10代 所以你發現呢 10 剩下2分之下 他們約掉 然後T 所以T根本等於多少 3分之2 這是一個關鍵 結果這種落在哪一階的問題呢 你一定要先把時間 齁 你一定要先把時間給算出來 你一定要先把時間給算出來 可以嗎 開始 算出來之後呢 算出來之後呢 怎麼辦 來 關鍵 你要找X方向還是Y方向 對 對 你要找X方向還是Y方向 來我告訴你 對 我能落在第幾階 第一個 求時間 第二個 看X 這是標圖的解題喔 真的嗎 絕對 我其他喜歡的人都知道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3分之2秒的時間之內 我可以跑多遠 可以嗎 X X就等於什麼 5 再乘你多少 3分之2 最乘多少是3分之10 3分之10這個時候當然會叫公尺喔 可以嗎 請問你 我一階是0.3 0.3 0.3就是多少 10分之3 但是我現在走了3分之10這麼遠 我要走幾階才能夠達到這樣的距離 對不對 所以我的幾階呢 N呢就等於什麼 我的走的總距離 再除以我每一階的這個寬度 這樣除出來會多少 9分之100 會是11點 11點1多對不對 11點1多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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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代表說啊 他如果要達到這麼遠的距離的話 他一定要比這個第11階 再多出一點出來 你懂嗎 好 那你既然已經越過第11階了 這個代表你一定會落戰 你一定會擊中第幾階 你一定會擊中第12階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會 打 中 第 12階 這是12喔 好不好 12階 好 這一題了不了解 這樣點心做法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嘿嘿嘿跟我開 來,注意的 你可以去換出一個這樣的吐 hag 你在水瓶拋身這樣落下來的時候 注意了 注意了 好 基本上呢 你會發現 這一些啊 這個階梯啊 我是可以把它做連線 我可以把它做連線 OK 好 所以不管你怎麼調 請問你 小三角形跟大三角形會不會相似 會不會相似 會啊 那你這個大三角形 他不就跟這個也相似嗎 所以是通通都相似 好不好 是通通都相似 這個幾個關係你要把它看實際 你要把它看實際 OK 好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我們要進入第二題了 第二題我們有個新的東西要講 來 趕快 第二題 來 進上七十字頁 來 七十字頁有個觀念要題 來 請你看到繼續翻譯了 他說一個石頭呢 以每秒四公尺的水平速度投出 他又是石頭 我的出速度呢 是每秒四公尺 來 注意囉 他說啊 當其速度變成五的時候 阿正 他幾秒會變成五 一秒 一秒就變成五 你以為你是HOLD住姐 一秒就HOLD住 怎樣 啊 啊 這樣可怕 搞什麼 搞什麼 這樣超好吃的喔 該什麼事啊 多管閒事 不用 來 他說 當我的速度變成五的時候 也就是說 我拋出來了 我在某一個時間點 此時專心 此時他的切線方向 所呈現出來的最後的速度結果呢 快走 第一小平他 我們經過幾秒 他會變這樣 來 這是一個集合 來 平泡這邊呢 你要多利用一些集合的關係 來 請看喔 欸 你不是告訴我嗎 老師 水瓶泡路設 水瓶速度呢 都是 水瓶速度都是一開始的4 欸 這樣就有 這樣有FU了喔 水瓶是 合成是5 所以簽子一定多少 簽子要是3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結果 同意嗎 同意喔 那現在的答案 在現在的這個問題 是不是就變成是說 請問你我從出發再經過幾秒 之後 我Y方向的速度才會變成3 對不對 我是不是可以變成這樣來解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考慮呢 Y方向 選 我現在 BY 要等於 2分之1的GT平方 我要讓它等於3 我要知道我第幾秒的時候 這個量子會變成3 可不可以算 可以喔 好孩子 好 所以你請看 我們G這個地方要用什麼帶 用10來帶 可以嗎 所以我們來整理一下 2分之1G叫做 5T平方要等於3 好 我知道T平方等於多少 5分之下 1分之下 0.6 可以嗎 所以T會等於多少 0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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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是寫TY嘛,這只能推基地瓶嗎? GT而已啊 對啊 好 太心急了 TY嘛 Y會有直的嗎? 直的啊,它的速度 GT,居加速度啊 T是時間嗎? 哪個? 那我的機器算胃移啊 我在算速度啊 只會吃,不會算 速度只會拿來吃,不會拿來算 超級快的啊 超級快的啊 G用池,10T會等於多少啊? 0.3 14G.3啊 10T點多少 好,來趕快吧 第二小機 在這個速度間,切線加速度跟法線加速的量是多少 是一個化線 我們要講切線加速度跟法線加速透過這個立體 不好意思 我們之前是不是只有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我們這個問題在水平泡車的過程呢 它所說到的加速度只有誰?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這個 always always right 這有點是對的 我任何一個時刻呢 我所收到的總加速度 的確是想一下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加速度是不是向量 是不是? 加速 向量就可以幹嘛? 怎麼解? 分解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時刻呢 都把這個加速度做分解 可以嗎? 好 所以要問我們的是 現在的切線加速在哪裡? 我現在遇到到這個點 我的總加速叫做去想像 可是我可以把去分解 那我分解一定要分解成什麼方向呢? 來注意喔 分解可以有幾種分法 一個像樣的分解可以有幾種分法 你知道嗎? 無限多種 有無限多種分法 好 但是呢 我在解這種題目的時候呢 你想也知道 你一定要沿什麼方向做分解 什麼線? 切線 切線 你在你的切列方向去分解 因為這是一個特殊的方向 OK 所以如果把這個加速度沿著這個切線方向來做分解 這個加速度就叫做 切線方向的加速度就叫做 切線加速度 我們可以改一個雙方名稱 這個叫做AT 你分解出一個AT了 我們知道我們喜歡的分解 總是把一個像樣分解成兩兩互相隨時的分量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會有在另外一個什麼呢? 跟我們的切線加速度垂直的 另外一個加速度 跟切線垂直的線我們法叫做什麼線 你知道嗎? 有學過嗎? 法線 法線 可以嗎? 這叫做法線加速度 來 說明細節 同學 同學 所以問你 切線加速度的方向隨時在變 對不對? 對啊,對 切線加速度的方向隨時在變 對不對? 當然對啊,你每一個地方的切線方向都不一樣 好,那誰會不會? 法線加速度的方向也隨時在變 對不對? 對 對 當然對啊,你法線跟切線是隨時的 切線是隨時的 切線是隨時的 沒有問題 好,再來 切線加速度 切線加速度的量子一直在變 對不對? 切線加速度的量子一直在變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當然 對 為什麼? 你這個夾角 或者是這個夾角 你不同 到不同的點的時候 這個夾角是一直在變 你的夾角一直在變的話 你分出來的分量的這個量子也會一直得出幹嘛 在變 OK 所以這只是一直在變動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它的性質 切線加速度這東西哪來看什麼的? 來,讓你 變快 我變慢 為什麼? 你會發現呢 他老老老 切線加速度跟我黃色最後改點的切線速度 是不是完全是從何的方向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的速度丟下來之所以會越來越快 完全是誰的幫助 完全是這個切線加速度的方法 這切線加速度的器是幹嘛? 切線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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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類似 它是拿來幹嘛? 它只改變運動的方向 非常好 這邊寫 切線加速度 OK 系域完了之後 你要算量質 你要算量質 怎麼算? 你要算量質怎麼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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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 你要看 注意看喔 这个图有点小 你要看清楚 红色跟橘色之间的关系 红色只是加速度 橘色只是我刚刚的速度加小关系 看仔细了 我问你 这个角 这个角 看好 这个角 跟这个角不过一样 看如果再换我把它放到旁边来 来我刚刚是这样 这个是三 这是B1 然后加速就在这里 来看好 这个很重要哦 这个地方你要抓一些 地方换你到处角度去 你找不到 这是我原向量居 我给你把它分线成什么 还是注意哦 我的轨迹在这里哦 这是我的轨迹 我给你把它分线成A帖 跟A帖 来 你看哦 他加他几度 他加他几度 他加他也几度 所以这两个角 一定在哪 可以吧 OK 好 如果这是我们的Zita 我就可以知道 透过我们学过三小函数的关系 我告诉你 A N A N 是不是呢 向量 原向量旁边的那一个人 所以你要把它变过来的话 要成为三还是什么三 这个会不会用 反应不过来 是不是 再一次 我把它放下 好不好 这个是G 这个是AM 这个是AT 现在的这个夹角在这里 可以吗 OK 好 我写慢一点 那么说下单可以拼 大家看哦 拼一拼过来 所以这里也是什么 它就是锤子 对不对 我写慢一点 好不好 我说 我说 同学 我说 Cosin C它会等于什么 斜边分支 零边 斜边分支 零边 我是可以写的什么 G分支什么 A2 这样看得懂了吧 这样看得懂了吧 好 同理呢 Size C它会等于什么 斜边分支 对边 这样看得懂了吧 可是我们不这么记 这样记太慢太弱太虚 我们最后会自己什么 我们会说 AN 就会直接等于什么 Gcosin C AT 会等于呢 G Sine C 这是我们最后一期的解读 我们一边看着这个东西 注意哦 我们看着这个东西的解读是什么 AN 是重力加速度G 旁边的分量 甲脚旁边的零边分量 看着AT等于G 再次要解读 AT会是重力加速度呢 跟它的甲脚之间对面的分量 它是这样的解读 可以了解吗 好 那我们是假角是多少呢 你要找这个假角 关键来 Co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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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注意囉,這個地方是這裡最難的一個位置喔 為什麼?因為你不僅要能夠把重力加速度分解成切線方向跟法線方向 你還要能夠透過呢,原式的水平速度bx跟切線速度by 來找到他們一個共有的角度 透過這個集合圖器去把sine跟cos給找到 進而呢,去把an跟at的大小算出來 所以對實體而言呢,an就是多少?g是10嗎? an就是多少?把10就分3,是不是? 結束 全部交換了 全部交換了 可以嗎?其實我們去好好的準備更好 禮拜一就會考試 禮拜一我們來解釋,我們可以考試 好嗎? 好嗎? 要不要的話呢 不錯 好嗎? 可以嗎? 好嗎? 好了 好嗎? 好了 打我啊 好痛喔 我這個時候 好壞喔 然後我跟他要的臉 吃得到 這時候想說就 到了 來面這時候